大家好,我是CondoSOFA 歡迎來到BRAFOOST的世界囉 現在有6個人在這邊跳舞啊 為什麼要在這邊跳舞呢? 因為我們正在等滿月 等一下就可以準備開始解種族V4囉 希望等下是滿月啊 他們說等一下的晚上就是滿月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邊跳舞邊祈禱 等待滿月的降臨啊 不過越看越覺得啊 這些人真有趣啊 每個人一起跳舞 然後全部都是不同步的 訂閱雙方 按讚影片 順便留言 耶 好啦好啦不要鬧了不要鬧了 我們就等滿月吧 等滿月我們再回來 希望等下滿月的時候他們還在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雪橇賺不了這麼多人啊 聽說 聽說現在早上的時候也可以刷隱藏島欸 我換 我換大燒的船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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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式開始我們的覺醒V4 呃 已經快晚上了啊 趕快刷隱藏島各位 欸 隱藏島在哪裡 已經滿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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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們 我們 漸漸的看到 這個月亮 開始 下降 嗯 這個月亮 持續的降落 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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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 降落 結束了 GG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隱藏島 我也等不到滿月 這遊戲到底是怎樣啊 我在公開的伺服器等了兩個小時多 怎麼滿月都還不出來 然後滿月出來了隱藏島卻刷不到 這樣我到底到底要怎麼種族V4啊 我的頭好痛 所以呢 所以呢各位 我受不了了 我直接開大招 我要開大招了 我買了私人的伺服器 呵呵呵呵 聽說 欸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私人伺服器 目前只有我一個人 聽說啊 聽說在私人伺服器的時候 只需要一個小時左右 就會有滿月登場 兩個白天 再加上兩個晚上 下一個就會是滿月囉 這都是聽說啊 不過呢 我等一下就自己測試看看啊 因為現在 我有私人伺服器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欸各位 滿月已經快要來了 我經過測試啊 經過測試啊 這個私人伺服器 真的是只要兩天 就是兩次的早上 加兩次的晚上 第三天就一定會是滿月 然後現在呢 這個第二天的晚上 已經要掉下來了 呵呵呵 欸不是掉下來 是月亮要掉下來了 所以已經要來到第三天了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第三天的早上 我們就先去刷隱藏島 我們先刷 這樣的話 晚上滿月來零食 就不會那麼趕了 而且也多了一些時間可以刷 不然的話就太難刷了 不然就真的太難刷了 我後來還有測試一下 那個白天晚上到底多久啊 大概大概 白天12分鐘左右 晚上也是12分鐘左右 也就是說這遊戲一天 大概就是25分鐘啊 呃這樣就可以算出 我們滿月到底是多久了 就是一小時又5分鐘左右 呵呵呵 就會有滿月囉 哇 有隱藏島了 有隱藏島了 呵呵呵 哎呀哎呀 我們的晚上還沒來呢 我們的晚上還沒來呢 就來到隱藏島了 哇 我第一次來這邊欸 呵呵呵 第一次來到這個隱藏島欸 可是我們滿月還沒來啊 滿月還沒來啊 哎呀要找最高點啊 啊啊啊 為什麼會有傷人啊 呵呵呵 這傷人是什麼東西 呵呵 唉先不要先不要贏他 好啦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現在測試一下 OK 然後 我們先開借文 再開 種族技能 到底到底 到底 月亮要不要發光啊 蛤 看起來是沒察氣餒 道理來說不會失敗才對啊 哪裡出來問題 月亮 始終不會發光 各位各位我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啊 唉呀我們的順序都搞錯了 一開始從族V是絕對不是先去那個 刷影藏島看滿月啊 那個是錯誤的 那個是錯誤的 反正一開始那鏡子碎片是一定要的 接下來呢 我們拿到鏡子碎片之後 就來海上城堡這個石碑 跟那個透明人講話 呃這個我已經解完了啦 反正最後的話 他談話會變成這樣 呃反正就是叫你去找滿月啦 好但是正常人跟他講話 並不是這樣喔 正常人跟他講完話之後呢 你要去那個大樹 巨大的樹那邊 我們來到巨大的樹這邊啊 我們要去樹的最 最最最最最最最頂端 好各位 我們終於爬上來了 這邊一樣有個透明人啊 跟他講話跟他講話 他就會送你到這個神殿裡面 這個寺廟神殿啊 到這邊之後就沒有問題了 各位 他順便說一下拉桿在這 呵呵呵 拉桿在這到時候要拉的 啊進來看看 先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啊 基本上 沒有東西 因為你沒有把拉桿拉下來 所以沒有東西 好我們再點這個透明人 就可以出去囉 好各位 你正常出去之後呢 我們要再回去那個海上城堡 再找那個石碑 呵呵呵 再找那個石碑啊 回到了海上城堡 好好再跟這個石碑對話 然後對話之後 這個話就會變成這樣了 變成這樣就沒問題了 你就可以去刷隱藏島看月亮 呦呦呦呦 各位 我們現在正站在隱藏島的最高點上面啊 等一下就滿月了 我們在早上的時候就刷到隱藏島啦 這個隱藏島這次五分鐘 所以這個時間非常有限啊 可能到晚上過不了多久 這個隱藏島就要消失了 不過這個最高點啊 我已經找到了 就在這棵超級高的樹旁邊 這邊就是最高點 絕對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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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提示出來了 我們直接 開始看 不管啦 呵呵呵呵 直接開始看 呃 你還沒全部生出來 我就看你 到底有沒有辦法 發光 有了 發光 太早了 我們來去找發光的齒輪 啊 到底怎麼找呢 死吧 被騙了是不是啊 拜託 我找齒輪我就OK了 真的 我找齒輪就OK 啊 我覺得我已經有點放棄了 啊 沒了 可憐了 怎麼這麼難找啊 齒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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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個位 來個位 這次是我們第二次去找齒輪啊 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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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啦 到底是怎樣啊 啊 齒輪 啊 ium burnout OK 各位 這次是我們第三次要來找齒輪啊 啊 嗯 满月出來了 啊 õ 趕緊給我發光 這座隱藏島啊 啊 我們再早上的時候就發現了 而且呢是蠻早發現的喔 大概只有六七分鐘的時間可以來找這個齒輪啊 好啦我們開始找 而且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只有我一個人 人生出來打拼總得靠自己啊 呵呵呵 相信自己 Oh my God 相信自己 呵呵呵呵 不是吧 太快了吧 呵呵呵呵 WOW OK 各位我們也要齒輪啦 呵呵呵呵 呵呵呵 為什麼這麼快啊 欸這個商人 好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第一次看欸 呵呵呵呵 好啦不這樣不這樣 就果實商了 呃我自己一個人怎麼一下就找到啦 怎麼會這樣啊 呵呵呵 我前面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到底到底在幹嘛 呵呵呵 我刷了兩天 刷了整整兩天 呵呵 呵呵 刷了這麼辛苦 結果現在一下子就找到了 那我前面的辛苦是不是白費啦 啊 拉卡就在這邊 開啟 開啟 開啟專攻 Oh my God 這一刻我等了好久 這一刻我等了好久 OK我們就來到這邊 嗯來到這邊要幹嘛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123 崛起V4 開啟 來了 倒數計時了倒數計時了 我們需要解任務啊 各位 現在我是吸血鬼種族 所以我們呢 就是要把這些怪物給打死 OK我們結束了我們結束了 現在就是給這兩位兄弟 這兩位兄弟自殺了 OK 他們兩個自殺成功 所以我們現在呢 欸欸那個在哪裡啊 這道光這道光 這道光 我們要跟著這道光 跟著這道光前進 快要上去囉 我們可以V4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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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齒輪 齒輪送上去 來我們互動一下 互動一下 直接點這個 OK OK 耶 所以現在我是V4成功囉 我們 有左下角 左下角了 OK 欸 我現在的左下角能量條 是不是已經滿了 所以我可以變身嗎 我可以變身嗎 變身 Oh my God 這就是我的吸血鬼種族 V4 我們順利完成了 好帥喔 這就是我們吸血鬼的力量啊 可是這實在第一階級喔 之後還是要強化 才會變得更強啊 現在好像只有長翅膀而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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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這次種族V4 花了好久的時間啊 已經快要一個禮拜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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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在幹嘛啊 花了這麼多久時間 終於V4了 不過呢 在這種族V4的過程呢 也發現有些人啊 是多麼無情啊 明明都說好要互相幫忙的 假如啊假如啊 我們ABC觀眾互相幫忙覺醒 然後呢 那個A觀眾覺醒完之後 就直接跑走啦 他就直接跑走咧 那剩下BC觀眾要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唉 這個種族V4啊 一定要朋友幫忙啊 但是朋友幫忙 就可以見到真正的人性 這些人到底是真朋友還是假朋友呢 就可以在這邊 揭曉了 哈哈哈哈 我也是有遇到幾個啊 我就不說啦 我就不說啦 那我們種族V4 就到此為止了 之後還可以再強化 再再再再強化 好 我們影片就到這啦 喜歡我的影片觀眾朋友們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 給你喜歡喔 甚至甚至也可以分享給你們的親朋友們 最後不要忘記點擊求你啦 好 我們下一期影片再見囉 掰掰